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松开手 轮胎不会落下 而且轮胎会绕着绳子做圆周运动 这是一种静动的现象 在陀螺仪一单元中 我们利用陀螺及陀螺仪 演示脚动量守恒原理 我们也可以利用陀螺及陀螺仪 演示静动 转动陀螺 将陀螺倾斜置于支架 陀螺的转轴会绕着千锤线进动 陀螺的转速因摩擦而逐渐变慢 陀螺的进动的速率则会逐渐变快 陀螺仪包括转盘 转轴 转轴 万向接头 支架 以及基座 将陀螺套在转轴 将称锤套在转轴 调整其位置 将陀螺仪 将法马 挂在转轴 凹槽 陀螺仪 便会绕着千锤线进动 陀螺仪便会绕着千锤线进动 在陀螺仪一单元中 我们介绍过脚动量 脚动量的方向 由右手定则决定 伸出右手 弯曲四指 树立大拇指 四指弯曲的方向 是转盘转动的方向 大拇指的方向 是脚动量的方向 因此转盘转动时 产生沿轴方向的脚动量 转轴水平时 重心在支点正上方 重力造成的力矩为0 根据脚动量守恒定理 脚动量的方向不会改变 所以转轴的方向也不会改变 将砝码套在转轴的凹槽 砝码的重量 相对于支点造成的力矩 T等于R Cross F 其中R是砝码 因此砝码的重量 因此砝码的重量相对于支点 所造成的力矩是沿着水平面和转轴垂直 所以也和脚动量垂直 在陀罗伊一单元中 我们介绍过转动的动力学方程式 力矩等于ΔL除以ΔT去极限 让ΔT去净于0 其中ΔL以及ΔT分别是角动量 以及时间的变化量 由二是可以知道ΔL等于ΔΔT 所以ΔL的方向和力矩的方向相同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力矩的方向与角动量的方向垂直 所以ΔL的方向 也和角动量的方向垂直 新的角动量是L加上ΔL 新的角动量和原来的角动量大小相等 但是方向不同 因此角动量可以在水平面做圆周运动 刚才我们说过 角动量的方向就是沿着转轴的方向 所以转轴也会在水平面做圆周运动 假设在ΔT的时间之内 转轴转动的角度是Δφ 由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Δφ是等于ΔL的大小 除以L 将三式代入 nous得到ΔΔΔΕ等于ΔΔT除以L 陀螺以静动的角速率 Omega等于Delta Phi除以Delta T 将四式带入 得到Omega等于T除以L 所以静动的角速率 与角动量的大小乘反比 所以当陀螺的转速因为摩擦 逐渐变慢的时候 静动的角速率会逐渐增加